台湾前女团黑色会妹妹成员,一名强强的林佳玲,过去有吸毒被捕经验,5月31日下午,她与友人在台湾新庄,一家汽车旅馆开派对狂欢,再度因涉毒被警方逮捕。 警方当场查获四只K烟,四包毒品咖啡包,强强一行人三女一男,职业有外商经理设计师等,其中33岁无姓男子一肩扛下责任,表示毒品都是我的。 至于其他人有没有吸毒,她则连说三次,不知道,表示我睡着了,一次替其他人护航,警方也替所有人做尿解。 有盗窃妨碍自由前科的强强,怀疑是刚吸完毒显得一脸迷茫,遭警方逮捕时显得神情憔悴,面对真性是双眼相当无神,不过就适合否认吸毒。 明显人对自身名人身份保有警觉心,近战一度无法核对其出生日期,由于现场起出毒品不到20克,最后会根据尿解结果,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开发寒送。 台湾前女团黑色会妹妹成员,一名强强的林佳玲,过去有吸毒被捕经验,5月31日下午,她与友人在台湾新庄,一家汽车旅馆开派对黄欢,再度因涉毒被警方逮捕。 警方当场查获四只K烟,四包毒品咖啡包,强强一行人,三女一男,职业有外商经理,设计师等,其中33岁无性男子,一肩扛下责任,表示毒品都是我的,至于其他人有没有吸毒,她则连说三次,不知道,表示我睡着了,一次替其他人护航,警方也替所有人做尿解。 有盗窃,妨碍自由前科的强强,怀疑是刚吸完毒,显得一脸迷茫,遭警方逮捕时,显得神情憔悴,面对真性是双眼相当无神,不过就适合否认吸毒,明显人对自身敏人身份保有警觉心,近战一度无法核对其出生日期,由于现场起出毒品不到20克,最后会根据尿检结果,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开发寒送。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